这是一个以蛇为王的世界 每年都会有99只上品灵兔被选为供品 供他们戏弄消遣 兔兔们见到蛇族也忍不住瑟瑟发抖 而听到没被选上 就要被做成麻辣兔头 清蒸八宝兔 好拳兔时 全部愣在原地瑟瑟发抖 只有化形被挑中才有一线生机 唯独诺诺不为所动 他从诞生就被自己母亲告知 宁可被一口闷也不能化形 因为越柔弱可欺 蛇就越是血兴奋 化形只会折磨自己 诺诺则趁混乱之际 向后猛地一溜烟窜出 自己可还有重要的任务没做完 而他刚开始寻找目标人物在哪 就被迎面来的香港脚踢飞 踢晕在地的他 仿佛已经闻到自己麻辣兔头的香味 吓得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爬起 可吓一颗身体瑟瑟发抖 看来自己的兔命威胁 没想到面前的男人竟是王子 并且还是高贵的三皇子 三皇子轻松地将诺诺提起 诺诺也闻到他身上飘散的药箱 一看面相就是大扇蛇 而一旁的小弟却低声附和 本目灵兔 吃了他 殿下的病情定会好转 三皇子轻松满脸不屑 话形都不会的蠢兔他都懒得吃 让诺诺也稍微冷静 可小弟不乐意 再次凑近想将诺诺占据 诺诺再次被吓得一愣 情急之下 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双手抓住三皇子衣领 向前扑去对准嘴唇就是巴唧一股 二人也被这一番子侗惊呆 男人改变主意将他拎起 耿王不吃但没说不要 我要带回去 好好承见 诺诺听了猛的挣扎 这人白切黑 绝对不能跟他回去 可被训斥巴皮的威胁又不敢乱动 好兔不吃眼前亏的诺诺 只能另外寻找机会 就这样被带回了寝店 下人将诺诺放下后便离开 听到下人对男人的称呼 诺诺也知道男人原来是天都的病秧子老三 尊业王堂修 天都国的七个皇子中 大皇子是国主最宠爱的皇子 而三皇子尊业王 常年甚须体弱在床 则是最不受重视的那个 诺诺也不禁无力 看来自己必将成为清蒸兔肉 真是好惨一兔兔 肚子也不合适宜地想起 悲伤起来感觉更饿了 突然一个大眼睛出现紧盯着兔兔 你饿了吗 只见他乌黑的金发露出一副兴致勃勃的模样 随后将笼子打开让兔兔上手 光明正大的就要带着兔兔去吃好吃的 诺诺猛逼 在三皇子眼皮底下将自己带走 吓得他急忙四处张望 可彭子后已经空无人意 转眼间便来到厨房 小男孩端着炸丸子和炸鸡腿 询问着兔兔 但诺诺根本不敢吃 被发现的话被炸的就是兔腿了 小男孩也轻轻将食物放下 你是依依带回来给我补身子的小贡品吧 诺诺猛逼得像兔兔 依依是谁 自己不是被三皇子抓回来的吗 男孩轻轻促下身 你们兔兔都蠢蠢的 本王不会吃的 听着这熟悉的口气和相似的展现 兔兔也不禁有个大胆的想法 难道他是三皇子的儿子 看着再次递过来的肉丸 诺诺也终于忍不住和男孩大快躲移 随后感受着小蛇君的抚摸共度夜宵 第二天 门外脚不声响气 熟睡的兔兔猛的惊醒 一旁的小蛇君也早已不见蛇影 诺诺看到桌子上的饭盒 赶起了希望 侍女们也打开门进屋 将盒子提起后便离开 入冬 王爷得要熬好了 盒子里的兔兔呆住 自己岂不是自投罗网 此时的三皇子也在询问着管家 有没有找到兔兔 总管也无可奈何 没有发现一丝踪迹 王爷此时也接过药盒 嘴巴里还念叨着兔兔最好别逃走 否则会死得很惨 药盒打开的一瞬间他猛住 只见兔兔眼含泪水的深情看着他 随后便一把将他拎起 你可真会藏地方 此时的诺诺也睁开眼睛偷瞄 映入眼帘的是那强壮的身躯 让他也双眼放光 看着看着身体突然变得难受燥热 三皇子也嫌弃地随手一扔 可兔兔又饿兔扑石般飞跃而回 自己的行为自己也不清楚 为什么那么想靠近他 三皇子此时也略微不满 你敢觊予本王 兔兔立马恢复清醒站定 此时路易终于逮住机会 王爷这贡品昨晚偷吃后更肥了 您看是炖着吃还是烤着吃 初次见面 王爷吩咐路易将准备的礼物取来 随后拿来一个兔子玩偶 但诺诺震惊的目光咔嚓扯断 吓得他转头就跑 再不跑兔兔我要没命了 太过惊吓导致脑袋精准命中墙壁 王爷也将他揪起 没想到这么不惊吓 将诺诺放入怀中 并警告着这就是基于本王的下场 一把僵器按在自己的胸口 就在这时 刚刚撞墙脑门的血液一出 在三皇子的胸口闪烁 诺诺心里惊呼不好 这个状态难道是血气 兔兔被当作供品 被蛇族抓住 要是不划刑 就要成为麻辣兔头 而诺诺紧急妈妈的胶带不能划刑 否则会打得更快 为了自己的兔命开始逃跑 却不料被三皇子逮个正着 在兔兔撞伤的兔头和三皇子接触后 没曾想额头的血液渗出 竟自行和三皇子完成血气 血气缔结之后 双方互相感应生死同命 兔兔也表面镇定 自己绝对不能慌 与唐修建立血气肯定血传 只要额头有印记便代表成功 可三皇子的额头却空空如影 难道说血气只成功了一半 诺诺惊呼 不会只对自己有效吧 只有他能感知唐修 岂不是唐修嘎了自己也活不了 想到这他便飞扑向额头而去 想试试完成另一半泄气 刚刚碰到就被唐修一把揪住 恼怒的随手扔给侍女 让他关好 不听话就轻争兔头 就这样诺诺乖巧的被关了一天 肚子也饿得咕咕直叫 这是一声兔兔让他两眼放光 是昨天共度晚餐的小神君 拿起一个鸡腿就递给兔兔 今天兔兔你吓坏了吧 放心 本王会让他不再欺负你 兔兔也两眼放光 小蛇君温柔善良 幸好没一传他爹 小神君也提醒着兔兔要小心行事 不然唐修发起脾气没人管得住 兔兔也汗流直下 看来自己不能那么调皮了 小神君此时也自顾自地看向兔兔 我有个秘密没人倾诉 我很想说给你听 但又怕说得太多你被灭掉 兔兔还不给他说完 一蹦就将小神君嘴巴堵住 不知不觉就到了第二天清晨 洛诺也从睡梦中醒来 小蛇君也同样消失不见 这时他突然想起自己现在在外面 被发现就肯定死定了 看见还在睡觉的三皇子时呼了一口气 必须要赶紧回去龙子里 就在他即将到达时 一个黑影出现在他身后 唐修冷冷地盯着他 你是想逃跑吗 洛诺猛地摇头表示自己的决心 他应该告诉过你 在天都没有比本王这里更安全的地方 你想活命就得乖 洛诺的兔头猛狂点 误会啊 我真不是逃跑 可他突然一顿 唐修说的他是谁 还不等他反应 就被蛇尾一把卷起 以为自己的兔命即将完结 这时唐修凑近看着兔头 怕了吗 而兔头的关心点 则是他胸口的壮硕 那股莫名的燥热又吸卷全身 让他不自觉地向唐修想要贴贴 唐修此时也诱 你就是这样讨好他的吗 可诺诺现在啥也听不进去 只觉得蛇尾好凉快 被抱着好舒服 猛地向唐修胸口窜去 贴贴的感觉更舒服 唐修微微恼怒却没拒绝 看着眼前可爱粉润的兔兔 也不禁吃笑 真是这麻烦的小东西 兔兔被当成贡品送到蛇族 不化形就要被做成麻辣兔头 为了自己的兔命 兔兔找整机会 一跃而起逃了出来 却不料被三皇子逮了个正着 唐修也怒气冲冲地质问 诺诺感知到他生气 大气也不敢喘 下一秒便露出一副可爱模样 想将他萌化 但唐修皱眉却平息了怒 鬼脉一甩就将他扔飞 本王才不吃这一套 就这样到了夜晚 小蛇军也如往常般 带着兔兔去厨房偷吃 可越来越能吃的兔兔 却连洞口都无法钻出 小蛇军也在后面奋力帮忙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出去 让小蛇军也忍不住吐槽 你以后都不能钻洞了 但要怎么偷吃 眼尖的兔兔看到旁边的窗户 脑袋一闪便有了想法 指着窗户让小蛇军将它放上去 就这样捏手捏脚地 终于找到出去的道路 诺诺也招着爪子让小蛇军上来 小蛇军则面露羞红的婉拒 本王不喜欢翻窗 兔兔却眼神紧盯 他的表情明显不像不喜欢 难道说他怕高 小蛇军也突然醒悟自己是条蛇 准备变成蛇钻出洞口 出来后便将诺诺从窗口取下 兔兔你好重啊 我都快抱不动了 来到清晨 正在熟睡的兔兔也被揪起 唐修也忍不住吐槽 小东西最近好像变沉了 诺诺敢怒不敢言 怎么都在说自己胖 唐修也更细致地观察起他的肚度 真的长胖不少 兔兔则被玩得奇养无比 整只兔都变得僵直 此时唐修也问出自己的疑惑 你好像从来不担心本王会吃掉你 说吧便强行让兔兔睁开眼睛看着自己 这对于兔兔来说真是强兔损 我哪敢看你啊 唐修也破口大骂 你这是什么猥琐眼神 随手一丢将其扔出 真不知道他到底喜欢你什么 和他一样的蠢吗 兔兔也不禁恼怒 他不仅嫌弃自己 竟然还嫌弃小蛇君 只能在墙角用跺脚表示自己的不满 唐修也没有生气 你连自己的命都护不住 还想替他抱不平 随后戳了戳兔兔的屁股 最近养得不错 他来是时候了 诺诺也羞愤地回头没听懂 又到了夜晚的夜宵时间 兔兔和小蛇君也照常来到厨房 诺诺也疑惑哪个好心人 竟然放了个梯子 此时的小蛇君满脸心不在焉 诺诺也感觉到异样 看着小蛇君好像很伤心的样子 随后拿起肉串就向他递去 轻声叫了两声 别难过了 吃点东西吧 小蛇君也沉默着没有回应 紧接着在诺诺疑惑的目光下 伸手抬起 抱在怀中泪眼婆娑 我吃不下 他要把你送走 呜呜小兔兔 我求过他了 可是他不同意 诺诺也面露失望 原来唐修说的是时候了 是把自己送给别人吃啊 来了来了 兔兔终于成功化形 诺诺终于忍不住要下嘴了 兔兔感受着小蛇君对自己的不舍 也不忍他那么伤心 抬起手就准备施法 希望你一觉醒来 能忘记与我的点点滴滴 这样就不会再难过了 而就在成功的一瞬间 一只手窜出将他捉住 唐修直勾勾地盯着兔兔 不错不错 如今养得白白胖胖 味道一定极好 张其嘴巴便要一口咬下 诺诺也猛地起身 不要吃我 原来刚刚只是做的噩梦 此时的兔兔也发现自己的不同 没想到一觉醒来 自己竟然化行了 而且还被唐修压在身下 小蛇君不知所踪 诺诺也翻身要变回去 得在他醒来之前回到笼子 他也忍不住吐槽 可恶啊 怎么这么重 还好不是原形 不然就压成兔饼了 挣扎的动静也吵醒了唐修 他睁开双眼 正好与诺诺诺诺也尴尬地笑了笑 早 早上好 唐修也整理衣服起身 小兔子 你胆子挺肥啊 竟敢在本王面前化行 本王的话你不记得了吗 这番话吓得诺诺赶忙要变回去 可尝试半天 自己也不知道咋变回去 就在这时 唐修轻抚他的下巴 本王何时说让你变回去了 兔兔则冷汗直流 蛇难心海底针 到底要本兔兔怎样 看你的模样 倒是没有白白吃空本王的后厨 而诺诺则以为他会像梦中般 将自己一腿吞下 急忙伸出手扶住唐修 不要 求你 求你不要吃我 唐修也来了兴致 你凭什么让本王不吃了你 这时诺诺想起 五百年前天都禁地射出一道紫光 导致天都的雌性 全部丧失生育能力 所以天都国极重子嗣 所以如果自己能的话 就可以拖延时间成功刺杀大皇子 这一切也都是为了雪公主 而就在纸箱差一厘米的一瞬间 天空一声巨响 诺诺变回兔兔 二人尴尬地愣在原地 唐修也顺势将他拎起 以为是他耸了而变回兔兔 你真是个小耸包 这是屏风外传来生意 有客人前来 而来人是尊英王唐促 天都六皇 三哥 你答应我的 今天要把贡品给我 吹神漫画本人盲猜此人是情敌 来了来了 兔兔终于迎来高光时刻 两大皇子互相争抢 六皇子唐促走进房间 兔兔见后眼饭花痴 长这么帅 会吃了我吗 而传言中 六皇子的圣母林妃 其弟弟手握天都三分之一的兵力 正在思绪的兔兔被一把拎起 小东西 看上他了吗 看着唐修微微恼怒 兔兔如波浪鼓般猛摇头 唐侧也奇怪自己三哥的表现 你不是一直很讨厌贡品吗 怎么对这只情有独钟 说罢便想伸手向前 却被唐修一把避开 傲娇地将兔兔抱在怀中 此时唐侧也想起来意 说好送我的贪吃又好色的那只兔子呢 贪吃好色四个字 冰冷冷地戳在诺诺心中 好你个唐修 就是这么宣传我的 唐修也略微尴尬 随后看向六皇子 你打算怎么处置那只兔子呢 当然是赚钱了 我的千鸡格全靠这些贡品养着呢 兔兔一听就知道没什么好日子 唐修则看向诺诺 咬人的贡品也能赚钱吗 唐侧一听乐开花 咬人好啊 敢张嘴必定兴趣当劣 斗兔场里可赚钱了 兔兔一听命已经掉了一半 脑海中已经浮现自己在斗兔场被捶的画面 随后向唐修怀里躲去 果然皇子都喜欢月兔 坏蛇 唐侧为了那只兔兔 还开了一场赌秀 有十只强壮的成年雄兔在等着他 你怀里这只就挺胖的 贪吃好色的贡品不会就是他吧 就在这时 唐修揪起就递了过去 你喜欢就拿走吧 唐侧则得意洋洋地接着 诺诺已经屁滚尿流 自己绝对不能被带走 转身就拉住唐修衣领 而没逃脱的兔腿 则被唐侧抓住 快松开 肥兔子 不 我死也不放手 随机便开启了一场拉锯战 片刻后 唐侧也气喘吁吁 不愧是三倍养的贡品 这胆子跟身体一样肥 此时外面侍卫也进门传话 六皇子 您母后换您即刻回去 唐侧也急匆匆地放下狠话赶忙离开 我改天再来 你别想跑 兔兔现在已经害怕得浑身发抖 小东西 竟敢如此放肆 是不是本王最近对你太好了 兔兔也使出苦肉鸡肋眼汪汪地看向唐修 唐修也没多计较随便一甩 回到你笼子里去 不多时便来到傍晚 小蛇君也没如往常般道来 兔兔也失落地叹了口气 难道是以为我已经被送走了吗 随着小手轻轻一推 自己的笼子竟然没有上锁 趁晚上兔兔也牢记自己的任务 一路狂奔寻找大皇子在哪 而路上却听到熟悉的声音传来 我要兔兔 讨厌唐修 你把兔兔送哪去了 诺诺也听出是小蛇君的声音 用着自己一米八小短腿便准备上前查看 可正当兔兔准备叫翻吸引小蛇君注意时 身后一个人影出现 黑麻袋直接将诺诺把包套住 兔兔偷看男人洗澡 却不想哭通一声直线落水 被唐修逮了个正着 并且还成为了暖床小兔 兔兔听到小蛇君的声音 正准备一探究竟便被黑麻袋套住 侍卫骂骂咧咧地就要将它关回笼子 可又听到房屋内小蛇君的声音 而左肩膀的刺痛 正是血气所带来的伤痛 说明唐修肩膀受伤 而且也在屋里 诺诺也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实力咬破麻袋要去一探究竟 趁侍卫不注意 猛地一船溜出 随后小心翼翼地爬到房顶 轻轻扒拉开一块瓦片 映入眼帘的是春光乍现 没想到是唐修在里面沐浴 左肩也真的有伤势 懦懦也疑惑 为什么听见小蛇君的声音 但不见踪影 此时侍卫从屋外报告信息 王爷 上次的是大皇子那边已经在追查 连这点事都处理不好 要你何用 兔兔的耳朵则根本听不进去 只有眼里的唐修 如果他中毒死了 我们之间有血气 自己的小命也要没了 而就在这时 瓦片因承受不住他的重量 咔嚓一声直接碎裂 99米自由落体入水 唐修也揪住他的尾巴捞起 心中也没想到竟然是小兔子 侍卫都猛逼了 这兔子啥时候跑的 是谁带你来的 好兔仙道状 洛诺立马指向侍卫 汉流加倍的他赶忙解释事情经过 唐修也知道了兔兔是来找小蛇君 你可知他和本王的关系 兔兔点头 知道 父子吗 唐修一愣 他和你说的吗 这时诺诺想起小蛇君的话 知道的越多死的越快 猛的摇头否认 也没注意到唐修的邪魅一笑 下一个脑门便受到重击 肥兔子 你猜错了 兔兔此时也陷入猛逼 随机便被唐修交给侍卫 看好他 别再出岔子 他此时也紧盯唐修 唐修为什么能读懂自己的心声 明明血气只建立了一半 片刻后唐修也准备入睡 侍卫将放下后便离开 兔兔也从笼中钻出 不放心地凑近唐修 一个时辰都没醒来吃药 他会不会隔屁 而就在他想一探究竟时 唐修睁开眼睛紧紧盯着兔兔 随即一把搂住 小东西 你怎么会在这儿 轻轻将他放入怀中 帮本王暖暖身子 兔兔献上自己的第一次荧幕出吻 只会将自己的三皇子救活 在感受到唐修99度的高温发烧后 兔兔也深知 再烧下去怕是生死难料 只有赶快吃药 随后便跳上桌子 将要搬到唐修身前 可是怎么将要给他喝下去 让诺诺苦恼 这时他想起小时候阿娘的方式 随即便开始效仿先喝入嘴中 现在唯一的办法只能如此 为了三皇子和自己的兔命 诺诺一无反复向前而去 效仿着阿娘嘴对嘴未入 第一次这样的他也面不羞红 直到看见唐修咽下 兔兔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竟然成功了 看着唐修好转的脸色 诺诺干劲十足 随即便开始当药的搬运工 终于在重复九十几次后 兔兔嘴巴肿起气喘 须须瘫倒 随即摸了摸 那还在高烧的温度 也不禁怀疑是不是假药 看来还是得靠自己 身为粉毛灵兔的自己 可是十全大不要 遇到我 你可算是捏到软柿子了 紧接着诺诺将手咬破 一滴精血就滴入唐修口中 可就在这时门被突然打开 侍卫大惊失色 你怎么在这 竟敢在王爷的床上 说吧 别要去捉拿兔兔 诺诺则心里暗骂 大哥你没事吧 我再救你的宝贝王爷 这时他也看到 所剩无几的药 心里一惊王爷竟然肯喝药了 好奇的 就询问兔兔做了啥 诺诺未爆刚刚的 仇野傲娇的暴手 但却被一把揪住肥脸 你不说的话 我就告诉俄飞娘娘 她知道你跟王爷 天天在一起 一定给你做成麻辣兔头 而想起俄飞那个狠角色 身为唐修的生物 最近会有贡品 来固活他儿子 兔兔也顿时瑟瑟发抖 随即双手插兜准备示范 就是先把药吸入嘴中 然后再嘴对嘴传输进去 平淡的操作 却让侍卫惊恶地愣在原地 你竟然亵渎尊贵的王爷 我的王爷不干净吗 而这时他看向窗外 太阳落山黑夜即将到来 随即抓向兔兔 不能让这兔子 发现王爷的秘密 而就在这时 身前的唐修醒来 但却是每天晚上 都去找兔兔的小蛇军 请得小蛇军好奇 这是属下刚抓的一只死老鼠 可袋子的晃动 让小蛇军完全不信 侍卫也慌忙解释 是自己手抖 随后刚忙逃离现场 小蛇军也疑惑 他怎么怪怪的 你说是不是啊兔兔 没得到回应的 他转头看向笼子 里面空空如也 这时侍卫已经气喘 须须跑了八百米远 打开袋子查看小贡品 是否还活着 随即他眼神淋漓 将兔兔到处放入桌上 从袖口中掏出一把刀 你既知晓了王爷的秘密 早晚是活不成的 兔兔则母逼 你在说什么 什么秘密 只见路易举起匕首 王爷是要成大使者 绝不可受你影响 兔兔也只能看着匕首落下 就在这时 小蛇军出现将路易推开 可刚刚的匕首 还是伤到兔兔的手臂 看见这一幕的小蛇军 是痛哭流涕 抓起路易就直接下毒 大坏蛋 已放开兔兔 可现在的他毫无威严和攻击力 王爷 贡品本就是为了王爷补身体 我讨厌你 还我兔兔 这一切也被诺诺听到心里 谢谢你小蛇军 这么努力地救过我 可能这就是自己的命 只可惜雪公主的救命 居然还没有报答 两年后的他 就要嫁给杀人如麻的大皇 而诺诺一直寻找大皇子的目的 就是像将其毒死 如今的他竟就这样死去 不甘心的泪水流出 这时路易将兔兔一把提起 王爷 属下去把他交给出发 说吧便转身快步离去 留下小蛇军无力的怒 就在这时 他缓缓唤醒唐修 为了救兔兔 拜托你了 慢着 听见着熟悉的声音 路易冷汗直流 只见身后唐修怒视着他 谁让你带走的 迷迷糊糊的兔兔一愣 小蛇军竟然变成了唐修 兔兔差点变麻辣兔头 惹得病态王爷勃然大怒 是谁让你伤害他的 自己滚去领罚 唐修强撑着自己的身躯 温柔地看向躺在怀中的兔兔 心中疑惑为什么伤口不深 刚刚却流了那么多血 说罢便向前想确认兔兔安危 一孔的窒息感让兔兔惊醒 猛的一窜就坐了起来 装什么死 害他又哭 兔兔也猛逼地检查身体 自己竟然还活着 难道是神仙显灵 随即四处张望找寻小蛇军 丝毫没注意一旁黑脸的唐修 就在这时 唐修一口鲜血喷出 刚刚的变身导致伤口裂开 兔兔也被突然一目惊住 唐修的气血在翻滚 还是翻江倒海的那种 他要死了 我也活不着 随后在兔兔惊恶的目光中 唐修受伤后维持不住身体 愿为小蛇军倒地不起 兔兔和侍卫赶忙向前查看情况 不多时便将小蛇军送回寝中 兔兔也担心地在一旁紧盯 原来刚刚侍卫也向兔兔坦白 你所认识的小蛇军 其实是王爷晚上的利益的人格 而正因为他的存在 才能补充王爷所需的实物和灵力 可因为刚刚就自己 他强行唤醒了唐修 如果王爷有个三长两短 额非定将你千刀万剐 但兔兔此时也没有丝毫心思想其他的 无论是小蛇军也好 唐修也好 兔兔只希望都安然无恙 这时小蛇军问到一股血腥味 抓起兔兔受伤的手臂 开始贪婪的吸食 兔兔虽然很痛 但也没有愿意 只希望小蛇军能多喝点 还有力气养好身体 转眼便来到第二天 醒来的兔兔感觉屁不怪怪 小蛇军手的位置让他惊醒 让他脸色羞红 这是在摸哪里 而就在这时 兔兔猛逼地化为人气 而因为昨夜受伤 灵力不够 衣裙都没法放 吓得他是瑟瑟发的 赶紧起身想离开 可被睡梦中的唐修一把抓住 将其紧贴在自己 兔兔化形差点被唐修抓住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诺诺也鼓起勇气 一拳直冲唐修面门 这也让刚进门的路易看猛 你你你 你谁啊 你对我的高贵王爷 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诺诺也不受这气 此时也不知所措 随后路易便让其原地等候 片刻后 唐修也从昏迷中醒来 可她是直接一惊 一个戴着面具的女子 正向其喂药 唐修本能地就将其甩开 放肆 可怜的诺诺是委屈巴巴 有病吧 我救你还这么凶 要不是看在小蛇军 和血旗的面子上 我才懒得管 随后唐修便吩咐路易 这婢女太过放肆 让她去洗毛泽 路易抓起诺诺就要离去 这时唐修仿佛想到什么 将离去的二人叫住 那只贡品啊 本王昏迷的时候 他来过这里吗 路易则扭曲事实 王爷救了那只贡品 他却忘恩负义 逃出笼子跑了 兔兔此时也感受到 路易眼神的杀机 他是要趁此机会 将我拉去厨房顿 想到这的他 便转头呼唤唐修 在唐修惊恶的目光中 兔兔泪水滑过 一瞬间遮挡的面具掉落 重新变为兔子 朝唐修怀里扑去 是我啊 唐修 兔兔再次使用胃药绝技 让唐修整个人愣在原地 诺诺重新变为兔兔后 唐修也明白了 他就是刚刚的婢女 想起刚刚那丝滑的触感 唐修戳了戳兔兔的 胡萝卜印记 小东西 再画形给本王看看 兔兔是猛摇头 这也不是自己想画就画的 唐修此时也凑近兔兔 那你趁我睡觉 钻进我的背我 想对我做什么 兔兔则全身颤抖 他不会想起来 我给他一拳了吧 这时陆依又开始作祟 一属下看他就是心怀不轨 应该做成药膳 兔兔是想给他咬死 随后他便从唐修手中挣脱 与其被做成药膳 不如发挥自己用处 随后在唐修惊恶的目光中 把兔手咬破将血滴入药中 兔兔开心地挥了挥手 喝我的血也可以治愈的 别杀我 可唐修却暴怒 谁许你这么做的 兔兔也猛逼 怎么就他还生气了 随后就要推到他身前 不管怎么说 都不能浪费了 唐修也傲娇地拿开 本王还没沦落到 要你伤害自己来救我 随后心疼地将兔兔受伤的手臂握住 即使你是灵兔 也不能随意滥用自己的灵力 以后不要这样了 固如其来地关心 让兔兔脸色羞 现在倒是有几分像温柔的小蛇军了 就在这时 唐修左臂伤口发作 兔兔也随之感受到疼痛 再这样下去 伤口一定会裂开 这时兔兔也由不得唐修任性 将要吞入口中 一溜烟就爬上唐修肩膀 将其脸部对自己摆正 一口就是直接灌了进去 路易悲愤欲绝 自己的王爷又被玷污了 此时的唐修也明白 原来之前兔兔就是这样给自己喂了 而他这么在意自己的伤势 是因为知道了自己是小蛇军吗 他对我是另有独谋 还是因为喜欢自己 唐修被自己的想法给愣在原地 随后一把将兔兔抓住 摔在自己的五米大床 本王要听你解释 话前说你想做的事 霸道蛇军一把将兔兔抓住 将其直接摔在自己的床榻 让他做自己想做的事 让兔兔是瑟瑟发抖 难不成他是在试探我 以为我想对他趁虚而睡 然后将自己送给六皇子 想到这的他赶忙使出卖蒙绝技 唐修不像小蛇军 直接不吃这一套 本王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看着唐修的腹肌 兔兔也双眼发光 有诈 难道是美男记 偏偏自己的身体不听使欢 好像真的要化形一般 唐修满脸期待的紧钉兔兔 可下一刻一声爆炸 兔兔法力不足直接失败 唐修恼修成目 跟付陆一将其锁起来 明日让六弟带走 但自己的眼睛却一直盯着兔兔 难道这小家伙化形 有什么条件吗 陆一将兔兔交给侍女 兔兔一睁眼便被吓到 侍女眼神中 透露着猥琐和兴奋 闻着兔兔兔清甜的味道 直接让其忍不住 想一口生吞兔兔兔 三十六计先跑为镜 让兔兔直接恼怒 直接化蛇追接而去 小贡品 你别跑啊 但兔兔因为昨晚上体能的消耗 奔跑速度大不如前 但只要再加把劲 就可以跑到唐修那里 就在他准备开冲一跃而起时 瞬间周围世界变黑 六皇子一个麻袋 直接将其套入 古有典故首都带兔 真是成不欺悟 正在挣扎的兔兔听着声音耳熟 唐侧也将其放出 又胖又好色的兔子又见面了 诺诺按道救命 是更危险的唐侧 这是一个身影出现在二人身旁 刚刚侍女化作的巨蛇也追接而来 让兔兔吓了一跳 他是疯了吗 随即直接钻入袋子里躲着 加油策哥 交给你了 可这时唐侧轻轻一抛 感觉到悬空的兔兔预感不妙 只见他正向大蛇的口中掉落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被唐侧蛇尾卷走 惊骨惊喜 意不意外 好不好玩 我的斗兽肠比这还刺激 可大蛇因为血性的激发 残暴的本性再次袭来 三哥养了他一个月都没舍得动他 你一个小小贱臂竟敢这般不知死活 仅仅只是一刹那便直接将其解决 兔兔第一次见到血性场景当场呆住 这都没被吓死 你果然很适合到千几个去打工 唐侧说吧 便哼着小曲带兔兔离去 诺诺在黑暗的袋子里只有无助 刚刚血性的场面竟让他害怕 好可怕 小蛇君 好可怕 唐修 他也只能无助地哭泣 唐修 你是不要我了吗